他不是說我錄業就行了 人們經常問我 現在人們還說你什麼強姦化 你介不介意我 我無所謂 你不斷打後下來 人們都叫我做反批 沒所謂 只不過做不到主角而已 以我記憶所蹤 應該在電視劇中 未試過有這樣的題材 所以才這麼多 其實這次在ViuTV拍攝 和在舊公司拍攝的分別 我覺得不是太大 為什麼呢 因為導演和兩個攝影師 他們有很多幕後 其實都是之前合作過的人 這次我想我是唯一 這部劇其中一個好人 但是 因為初初開拍的時候 導演跟我談了整個故事的時候 我也問了他一句 我說不是 我說以我的過往經驗 你放得我到劇中 我一出門 那些人就覺得 李天祥到最後一定是反派 怎樣都做得好 他也跟我說 這就好 你就引到別人看 因為這部劇很有趣 30集分開了三個世界 角色不同了 但是人名字是沒有改變的 我一部劇三個世界 是三個角色 生不逢事 是啊 真的 因為我走了沒多久 接著就疫情了 沒有的 這個應命 因為路是自己選擇的 但是如果不走 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後悔又沒有 其實是低落了一段時間 但是真的 因為有沒有拍攝 都有過兩兩個月 也不是很嚴重的 但是經常都睡不到 一睡不到就腦子就不停轉夜了 在想的 但是我經常都是想完那些事 第二天就問自己 有沒有解決方法 沒有 現在開始慢慢斷 跟自己說 就是說 放鬆一點 我走的時候 只不過是想 嘗試外面的環境 不是去想 我離開了TVB 我可不可以擺脫那些 什麼強姦犯 什麼反派的角色 去做其他角色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作為演員 你什麼都要做 其實你問我 我都是告訴你 我是很喜歡演反派 反派的角色 的發揮 是多於正派 所以我是很享受 去做這些反派的事 所以 你不斷現在打喉下來 那些人都叫我做反派 沒什麼所謂 只不過做不到主角 不是 是灰 有一年在右台那邊 是 報道友報過 我是 是不同時段的劇集 都有我出門的 除了 《Seek Come Mo》 第二線 第三線的劇集 和晚上重播的劇集 都有 你都會看到我的 那段時間 自己就會在想 咦 這麼多劇集出門 而每一套劇的反應不差 還可以 那一年 自己就會去想 會不會到年底有提名 不是說拿獎 我沒有想過拿獎 提名也應該有 沒有 連提名也沒有 我那一年開始化了 因為都明白遊戲規則 那就算了 不想了 安慰獎 是啊 很奇怪 因為我離開這個決定 其實在拍解決詞之前 已經在想 拍完出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這麼重氣分 然後年底原來真的有提名 那就視乎人 那就當得淡少了 那些人經常都問我 喂 到現在 那些人還是說 你什麼強姦犯那件事 你介不介意我 我沒有所謂 他不是說我綠葉王就行了 不知道綠葉王好像很老 雖然我都年紀大 但我還未知綠葉王 不知道一個名字 我寧願你叫我強姦犯 我二十字幕 閒馬 我一職歌 我一職歌 你認識了 我實在 你 我的IG 我實在 我實在